這裏就Depreciation 折舊如果是給稅的時候 它下面哪一個是不可以 不會跌的 因為它不是在income tax那裏 自住不是的 因為不是屬於income來的 OK 即是獨漏了income 對 獨漏了income 都是 都是 因為只是rental的property 才是income tax form 36 installment sales and exchange hav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ax postponement 其實這個呢 主要看過exchange的字 exchange是做1031 1031 就是小屋換大屋 小屋是60萬 現在找到一間大屋是80萬 他把小屋的價值 轉到大屋 只要不拿錢出來 去轉那個過程 是不需要付任何稅 那 是將這個增值稅 capital gain tax 就是prostpone 那這個增值稅 那這個就要 叫做1031 換屋計劃 但是一定要是自住的屋 就去回自住 如果它是出租物業 要去回出租物業 就是一定要是叫做alike kind 還有要有45天 選擇了想著買那間房子 180天成交到 那有很多這些 rule county assessor determine property 就是 願county 就是 determine那間房子 值100萬 值80萬 我以為我們給他tex 那我就選這個 estate tax 其實是兩樣東西 要不就是那個屋價 就是county 如果那個tax rate 就是那個property tax rate 記住就是那個 政府的那個也不關 是supervisor council city 但是它不是 不是estate tax estate tax 其實是那些 跟遺產有關的那些 是proby的那些 estate tax的意思 ok 跟著是幾多錢 accessive home 他的exam是7千元 甚麼意思 homeowner tax question是甚麼 那個question 就是說 homeowner property 如果你在你自己的那間屋 你知道說你這間屋是自住的homeowner 你是不需要給7千元稅 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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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to 7千元 人人都是只有7千元 那其實就是幾十塊的 一年 如果你的家屋是十萬 那你不用給7千元 即是9萬3萬 你都可以不給那些 你公屋 公屋 嗯 那些是可以 你mortgage的那些錢 是可以去 扣回 但你不用 抵銷回 但是 除了 不是說 property property tax 就是那個no downfall around 一年要給兩次 那 你還要餘 所以我們後面有一個特裁 特裁 一次報告拿後 如果我會怎麼了 在2006年 那級 federal primary estate tax return 美國的公民 他可以去到 什麽叫Federal estate tax return SA tax return 其實就是遺產稅 但是遺產稅有兩種 一種Federal 另一種加州 Federal 只有200萬 即死亡之後 你可以遺產給你的後人200萬 以下他都是不需要付稅 如果200萬以上是要付稅 但今年已經跌回了 跌回了100萬 因為布殊要優惠那些富有人家 Income property owner 能夠減 以下什麽收入稅呢 是減所有東西 Income property 即是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可以減 Prepayment penalty, Depreciation, Property Tax 你發現跟物業 我們一定要分開 Residential住宅, Owner Occupy 我們選擇是OO 或者是R1至R4 你看我經常用這兩個術語 這些是一類 第二類是Income property Rental property 有時候兩個的稅有不同 Appraise的approach也不同 Income property用什麽approach 這個貨幅 的貨幅 是有一個貨幅 的貨幅 就是貨幅